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活就干 弄的寺庙上上下下都很喜欢的 早饭时饭堂的大师傅递给他一碗摘饭 徐欣连谢过之后捧着饭菜来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眼泪奔涌而出 一滴滴落在碗里 我相信他是真的后悔了 没多久呢 红星法师回到寺庙 大概了解一下情况 也没有直接答应徐欣连剃度的请求 只是默许他在寺庙里站住 重阳节后 今天正好是重阳节 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重阳节后呢 红星法师才招来徐欣连与之常谈 徐欣连也很无奈地继续着那个情感挫折的谎言 红星法师也能看得出他在说谎 但仍然没有点破 因为一切皆有机缘 既然他有这一份佛员 就尽量成全他 那1995年农历2月29日 徐欣连正式剃度出家 成为一位名正言顺的沙尼小僧 法号为敌 千处祈求千处硬 苦海长坐渡人舟 沙倒淫忘久 自此断恶修善慈悲为怀 红星法师说完便赠予为敌两本佛家必修的书籍 一本禅门日诵 一本绝海四行 让寺庙上上下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不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本书另加一本冷言咒 为敌背诵如流 给寺庙其他的僧人都惊呆了 人就是这样啊 生命中经历的重大变故 若没有将其击垮 便一定能激发出他无限的潜能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他几乎每晚睡着都能看见 徐敏夫妻满身鲜血的扑面而来 并死死地掐住自己的脖子 立声质问 为什么 徐欣连每夜惊醒之后 便只能用更努力的功课 更勤奋的干活 更慈悲的善举 来试图化解自己的罪孽深重 但反过来 他越是努力的钻研佛法 诵读经文 就越是更了解杀人的因果报应 也因此 年纪轻轻便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 失眠和心脚痛 又因为身负命案 从来不敢踏进医院半步 所以业障随身 想来就是这种无一日安心的样子 但是他勤勉聪慧的表象 确实也赢得了红星法师的赏识 仅出家短短三个月后 便于1995年5月破格培养 安排到厦门佛学院学习 又因为在校期间成绩优秀表现突出 十月份就被召回寺庙 红星法师安排他 带着本寺另外八位小沙米 前往湖北黄梅五祖寺 参加为期45日的500人戒训 维迪以戒训第一的成绩正式收戒 500沙米中的冠军第一名 250条严苛的巨组戒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自此维迪成为一名正式的比丘 这沙米跟比丘的区别 也就像古代科举中的秀才和举人 沙米还有点佛门学子的意思 那比丘就是真正有界谍的那种出家人 走到全国任何寺庙管吃管住 当然再往上还有一个级别叫街法 那直接就是寺庙中传承佛法的大和尚了 那相当于近视 维迪升格比丘 那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六家庵的常文老和尚 常常一跪 泪洒无言 紧接着返回三祖寺 拜见红行法师 红行法师可能也大概知道 维迪出家之前的事 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简单 法师说 听说你在受戒的法坛上嚎啕大哭 维迪心里一惊 就很惧怕师父继续追问无法回答 一方面他也刚刚受戒 实在是不想说谎 另一方面 这个行为也确实是有点怪异 一般的小沙米受戒 有开心的 沉默的 欣然接受的 黯然落泪的 但嚎啕大哭 情绪失控 确实也比较少见 这得是多难斩断的成员 或多难化解的罪业 但有修行在身的高僧 真的跟我们这些俗人的思维不一样 人家就不问 一切皆因果 弘行法师只要求他精进佛法 利益众生 若思绪难安 可练习书法 超金刚经化解 维迪受教之后 返回厦门佛学院 继续日夜苦学 直到1998年7月毕业 开始云游天下 很早之前 他就自己手工 做了一对流敏夫妻的小牌位 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携带 夜里为其诵经 方便时就摆在寺庙大佛的脚下 磕头跪拜 常常是头破血流 失声痛哭 你说他忏悔也好 恐惧也好 希望佛祖能够出手相助 为亡者超度也好 总之 他确实在用各种方式 洗刷自己的罪孽 在云游的途中 比方说遇到被车撞倒的老太太 无人搀扶 维迪便把她背到医院 并支付医药费 老太太说 大师您别走 你等我家人来 把医药费钱还给您 维迪说不用 这是你应得的 这个行为对老太太而言 那就是天降活菩萨 遇到那种家境殷实的善男性女 拿出大笔的钱财 想要供养维迪 维迪也分文不去 说您就舍我干粮二三 清水一碗就好 其他一概不要 另外呢 山西五台山上有一个伏母洞 我还去过 那个洞我都钻过 据说这伏母洞一进一出 就算重新投胎了 维迪出洞之后 登上山顶 看着云雾缭绕的大地群山 又是嚎啕大哭 就这样一路先从厦门佛学院返回安徽三祖寺 再到松山少林寺 山西五台山 四川峨眉山 云南极祖山 一直从瑞丽踏出国境 到了缅甸 再从缅甸折返 一路靠双脚 画圆苦行 参风引路 靠坟包 睡桥洞 看尽了风霜雨雪 世间百态 整整两年时间 走到了长州天宁寺 那他来这里干嘛呢 学一样功夫 叫余山范背 就是一种唱诵经文的佛教音乐 但是这个时候呢 唯迪已经是那种虚发凌乱 破衣懒山 寿古无柴 寺庙的义工都以为 这哪来的脏兮兮的乞丐 直到维迪拿出界谍 和自己厦门佛学院的毕业障 大家才确认 这真的是一位出家人 说师兄 你这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维迪才说出自己这一路 如西天取经般的苦行经历 哇 大家一听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天宁寺苦学唱颂三个月 维迪便再次启程 于两千年九月来到他最终的目的地 杭州敬慈寺 那到了敬慈寺呢 人家这佛教传统 身后又是江南附属之地 所以就即使在寺庙里 也是那种人才积极啊 知客看看维迪的履历还行啊 但是给您安排在哪呢 我们这也不缺人 维迪说我在天宁寺学过唱诵 要不您让我试试 他说那行啊 那试试就试试呗 结果这一开口 惊为天人 就直接做了敬慈寺的领诵 就是诵经的那个领诵啊 经过佛学院的熏陶 云有苦行的见能感悟 和深埋在心底的负罪感 让维迪散发出一种 异于常人的高僧气质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过去 直接接触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 完全见不得众生受苦 对钱财富贵 毫无贪恋的人 对公事尽心解力 聪明刻苦 信无旁骛 对长者以最大的尊重 对晚辈以最大的帮助扶持 你可以说他是妄想 用功德去赎罪 但是他确实做到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其实这段话 我原本想放在结尾的时候说 现在话干话说到这儿了 就是大家不觉得吗 就维迪在17年后伏法 正是他这些年的功德所致 我觉得这个结局 就是他人生中最大最大的福报 不然呢 这天网恢恢 就算真的被他侥幸躲过去了 以为敌的性格 到死他都过不去这个坎 这也是一开始 为什么他能够如此平静的 面对警方的拘捕 我甚至觉得 在那一刻 他应该长长的松一口气 对徐敏夫妻说一声 命还给你们 若不够 来生继续 因为因果业章最难解的 始终是对方的执念与仇恨 而且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得出 业障这东西对人的缠绕 是你无论怎样的修行 都不可能善恶功果相抵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两笔账 所以现在想想那些身怀罪恶感的人 请神拜佛捐钱捐物 求高僧化解自身的罪孽 真的是很无奈的一声叹息 因为高僧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好我们再回到禁词寺 不到两年的时间 维敌便从领诵升任寺庙的支客 就是负责大部分的接待任务 2002年被当时的歼寺庙高法师重点培养 委派到了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 之后那就成了双学士学位 英语和建筑又变成唯敌佛学之外的特长专业 这一下他就跟其他的僧人 拉开了那种知识领域的差距 唯敌凭借建筑学的知识 开始逐步改善寺庙的消防系统 这可把当地消防部门给高兴坏了 就赶紧组织各个寺庙以及企事业单位 来禁词寺参观学习 维敌也顺流而上 成为了文化古迹领域的建筑改善专家 那这样一来也就更方便在寺庙放开手脚 更新寺庙建筑房顶的砖瓦结构 从此不再漏水 然后改善供电供水排水排屋 拆除柴火灶以前都是烧柴火做饭的 引入了煤气灶等等的一系列的工程吧 这样一来 维敌在民间也开始有了一定的声望 到什么程度呢 他想要给寺庙做任何工程 只需要庙方同意 根本就不需要寺庙再出钱 因为江浙户本来就是全中国的财富聚集之地 所以有大量的善男心女 因敬重维敌法师的德行 捐钱捐物 佛法造诣 专业知识 工作成绩 民间声望 算是有目共睹 2005年 维敌升任敬慈寺的副寺 协助庙高法师管理寺内的一切事务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一些人事上的调动与矛盾 但是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维敌干成了两件整间寺庙 可能一百年来所有僧众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第一件呢 就这寺庙的土地一般都是当地县级以上政府签订 或者是划播的嘛 跟任何个人都没有关系 那个就是寺产 但是有一些年代久远的古寺 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 可能所属就不是那么的明晰 那这块土地上呢 就有一些政府部门啊 和企事业单位的建筑 2006年 就杭州举办了世界佛教论坛 那主会场就在敬慈寺 维敌就借着这个机会 接触到了市政府的一些领导 那活动之后呢 就去找政府的领导去沟通啊 说我们原来有块地 然后后来被占了 然后也有一些历史原因吧 反正能不能还给我们 我给您唱一首感恩的心呢 那可是西湖边上的地啊 都不能用寸土寸金来形容 哎 就让人家给断成了 这第二件事呢 更是惊天动地 这浙江省博物馆有一尊佛教的圣物 就是释迦摩尼佛祖的发迹设立 是1924年雷锋塔岛的时候 在那个遗址上出土的 他真的就去跟浙江省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局商量 说我们现在计划筹建 就附建一丝一塔 这个发迹舍利是佛教的生物吗 就是能不能之后由我们来供奉 也让他给办成了 这个寺庙附建的寺庙 就是后来他做主持的香祭寺 整个寺庙的设计方案全是维迪一笔一画亲自做的 但是这个时间呢 也真是天意浓浓 2007年11月香祭寺动工 2010年2月正式落成开放 这维迪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香祭寺的主持 那另一边他在禁辞寺也已经晋升为了尖四 尖四就相当于CEO吧 住持呢就相当于董事长 那上面还有个方丈 那就属于什么精神领袖了啊 就在仅仅一年之后 也就是2011年 维迪就落网了 这个时间仿佛就是冥冥之中 只让他把所有的事情就做到这里 很多人都在询问啊 维迪最后的结局 2012年6月江西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徐新年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再之后我就没有查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了 两年后 无论是执行或是减刑 那都是他应有的果报 但是在我的想象中 如果为敌伏法之后能够大彻大悟 把扶行也当做他人生的修行 说不定他真的要比一般的僧人更加圆满 有很多人在事后啊 就是质以为敌的德行 因为他常年在身边背着十万现金 准备随时跑路用啊 然后另外一个他相继 他跟那个相继四的投资方 后来也有一些经济上的纠纷 还有很多人怀疑他二弟在商业上的成就 有得益于唯仪在背后的支持 我觉得这些都见仁见智啊 因为人就是这么复杂 十七年前他能够弃恶从善 十七年间他能够不间断的懊悔反思 已实属难得 零七年之后呢 你会发现他随着他地位的升高 他确实有点飘飘然了 真的是善恶对促一念间 念念皆是因果愿 《大华西游》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设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就是这菩提老祖这个人还有另外两个身份 其实他五百年前就是那一群小贼的里面那个头啊 就是那个菩提大哥 被知尊宝的梦画影响 开始思考人世间的仇恨与爱情 因为这一世有了这样的思考 菩提大哥下意识不做小贼了 成为了一名导游 又被孙悟空一句话点醒 引发了新的思考 才成就了五百年后的菩提老祖 所以无论你之前做过什么 一念向善 便是好的开始 抽奖 累积枣木 老猪行佛猪 B站 YouTube 微博各一块 希望大家多多评论 点赞 积极参与 壮歌会统计评论区参与者姓名 录入抽奖器抽去 我们下期开讲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